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安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宁静邓超也救不了的创似太辣眼 被外国选手碾压 宁静发表句句扎心 周深都惊呆了 不得不说这日子就像是流水一样 一天一天毫不停滞的往前走 恍惚间2021年的第二个月 也快过去了 不要觉得无聊 因为有些好气又好笑的选修节目 一直在陪着我们 他们就在这里一档一档的野芒生长 这部亲耳结束没多久 新说唱世纪的RAP还在耳边摇摇 鹅场爸爸怕我们没有事情干 接连着出了创造影视 这次导师阵容倒是蛮新颖的 请了邓超 宁静 周深 刘亦云 周震南和邓乃馨 都是自带热度和话题的人物 虽然说任何度没有青三高 但是起码也过得去 且不说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聊聊参赛的选手们 原以为又可以吹现一下小哥哥们的美颜 然而小编差点以为自己的眼睛要瞎了 当然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里只是为了表达大部分都是和小编一样网友的感受 有愣冲下巴的 有得天独厚 自带香肠效果的 有乍影看过去像是没洗头 长发飘飘 周震南的 也有丢掉滑板 跑来选秀 黑幽幽的 当然里面也有泛着星光的 这位虽然眉毛很挑戏 但是五官还可以 然而镜头随便泥巴了 还是找不到帅哥 小编看完后 表情和邓超大哥的表情如出一辙 只不过邓超大哥脸上更是有着身无可恋的苦楚 毕竟已经跳上了鹅场这条贼船 那可不是轻易就能够摆脱魔咒的了 既然颜值已经严重拉垮了 小编思来想去 既然鹅场可以搞得起这个节目 那么就说明他们的实力应该是相当可以的 颜值不够实力来凑 两头总得占一头吧 咱不能这么的外貌协会 万一小哥哥们的唱跳能力十分的优秀呢 不是 然而小编头上也是和邓超哥哥一样冒出三个问号 难道是小编太年轻 这群小哥哥的实力 竟然和他们的颜值说不上完全一致 但几乎是可以划上等号 这都2021年了 小哥哥们怎么还思维倒退了呢 一个个上来不是卖萌就是卖萌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屑跳这种儿歌舞蹈 简直就是拉眼睛 用选手韩佩全的话来说 他们可爱的让我心慌 瞧瞧这群人均20++加岁的小可爱们 把导师吓得多厉害 周深点评唱歌跑掉选手时忍不住笑场 一向怼天怼地的宁姐在这里显然也是明白怼是没有用的 干脆放弃点评一脸宁随意的意思 这里面重点讲一下参赛学院陆定号 她的颜值在里面还算不错 只是一波骚操作让网友直呼受不了 偶像练习生出生的她现在已经是三年的老人了 按道理可以给其他的新人带个好头 可是一上来就破音了 然而给了她机会再来一次 她居然还想让导师争论一下 自己是要唱还是要跳 这架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讹长派来穿KPI的 敢这么跟导师玩杠 人家导师很给面子 让陆定号唱歌 结果好家伙嗓子一出来又破音了 然后陆定号还不死心 还要再跳一段 反应就是一手凉凉送给几位导师 好家伙 三年的老人也不带上赶着翻车 小编要是陆定号 可能就是当场社会性死亡了吧 只是小编有点没搞明白 为啥周震南也会出现在导师的队伍里 撒得家里钱的钱都还清了 还是拖他的物业款整明白了 又或者是烂尾楼都已经盖完了 在这没毕业多久就当上导师了 你牛你横性的意思吗 算了算了 不说这些糟心事了 小编来给你们洗洗眼 这次创四重点才不是这些 而是千里迢迢来参赛的外国选手们 这些个国际男团实在是太不讲武德 一来就把新手村虐哭 寸头也帅到乍天的长腿哥哥 米卡摸头杀紧是让人欲罢不能 帅是真的帅 实力也是真的可以 不管是拿手的英文歌 还是一字一句标准到位的中文歌 这些小哥哥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长得好看又有实力的人是真的香 下面两位的来历也是相当的不简单 力丸是SM御用的编舞师 给很多大明星都编过舞 暂多是世界街舞冠军 更是小力迅的侄子 两个人跳起舞的专业度 让场上的各位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除了服务器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 用邓超委婉的话说 让你们看到世界的参差 咱们在这里绝对不是重阳媚外的意思 只是现在国内娱乐圈的门槛越来越低 这些年纪不小 野心却很大的大小伙 长相就不说了 问题是跳不能跳唱不能唱 在台上哎呀两下敷衍了事 却还想红想当idol 真的就有点丢脸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